赵夫年过半百上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下有青春期叛逆的儿子 因此每天自愿加班只为减少在家的时间 这天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妻子言辞闪烁趁家里发生了大事 让他尽快回家 回到家中家里一片漆黑 只见妻子失魂落魄 他让赵夫自己去院子看看 可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赵夫吓得瘫倒在地 妻子不停擦拭着地板想清除掉女孩的痕迹 在他的逼问下 妻子终于说出了事实 作案的凶手正是儿子 赵夫立刻冲到儿子的房间 只见他玩着游戏试图转移注意力 无论赵夫问什么 他都不愿回答 赵夫准备拉儿子去警局自首 却遭到了他的反抗 见儿子情绪失控 妻子抱着他安慰着不会去警局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儿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来到楼下 夫妻俩又开始为了儿子的事争吵起来 赵夫认为儿子一定要去自首 或许这样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妻子竟以死相逼 他不愿儿子的人生就此毁掉 如果此事败露 他们更别想抬起头来了 最终赵夫妥协了 他们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替女孩穿上鞋子 再将尸体奉入纸箱 趁着夜色骑自行车 将其运到公园的厕所里 伪造成变态作案的假象来误导警察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次日一早尸体就被发现 警察很快锁定了受害者的身份 对周边居民展开了调查 负责此次案件的是迦赫警官 迦赫警官来到赵夫家调查 赵夫早已准备好了口供 几乎毫无破绽 见没有线索 迦赫正准备离去 这时赵夫母亲走了出来 他自顾自地从花盆底下 拿出了一双沾满污泥的手套 突然转身向迦赫展示 赵夫紧张地把母亲拉回屋内 身怕露线 因为那双手套 正是昨晚搬运尸体使用的 经验丰富的迦赫警官 一眼就秀出了一丝一样 不过他并没有戳破 只是留下名片就离开了 夫妻俩明白 这不是长久之计 警方早晚会查出真相 于是他们心生毒计 决定嫁祸给痴呆的母亲 与此同时 警方很快找到了线索 女孩袜子上的杂草 公园泥土上的车轮痕迹 这些线索全部都指向了赵夫家 迦赫给赵夫家草坪 当时注意到二楼的天花板上 贴着女孩生前最爱的 超级公主的海报 当扎赫问起是谁的房间时 赵夫谎称是自己的房间 显然他是想掩护儿子 不仅如此 夫妻俩还在警察面前演了一出戏 妻子在屋内摔东西 伪装成母亲经常情绪失控的样子 就是为了让警察怀疑到母亲 等警察走后 夫妻俩连忙来到儿子房间 撕下海报收拾好手办 只留下一个放入母亲的房间 为了以防万一还让儿子背下了 应对警察的台词 这时赵夫的妹妹赵妹前来拜访 原来他们为了分担照顾母亲的压力 赵妹每天都会来访一次 可是这两天赵夫都没让妹妹进门 今天也只是站在门口送了点吃的 领走时妹妹嘱咐到 让赵夫把妻子的化妆品放好 因为母亲有时候会突然有口红涂在手指上玩 可赵夫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因为她只想着如何给儿子脱罪 加赵警官找了赵妹进行调查 从赵妹口中得知 母亲虽然有老年痴呆 但从来都没有情绪失控 一直很安分 夜晚赵夫出门丢掉证据 回想起和母亲的点点滴滴 赵夫心里很愧疚 可警察已经盯上自己了 事到如今别无选择 她下定决心准备实施计划 回到家 加赵早已等候在此 加赵告诉她 携带的技法应人而异 而小女孩的两根携带的技法明显不同 小女孩袜子上的杂草证明有人在草地上给她穿鞋 加赵推断出犯人至少有两人 见事情瞒不住 赵夫主动交代了凶手 可她并没有说实话 而是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进行 她声称凶手正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妻子在一旁复合 谎称小女孩将母亲的玩具弄坏 母亲一气之下把她掐死了 赵夫拿出事先放在母亲房间里的超级公主的手办 企图让警方相信她们的谎言 加赫警官注意到母亲手指上被口红染上了 她手中的娃娃脖子上也染上了口红 经验丰富的加赫一眼就识破了赵夫的谎言 可她并没有拆穿 因为她认为警察不应该只满足于查明真相 什么时候破案 怎么破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家庭还有被隐藏起来的真相 这些不应该在审讯室里强迫他们说出 而是应该要在这个家里让他们主动说出来 面对警察的问话 儿子十分心虚 其实事先演练了许多次仍然害怕的发抖 这时赵妹来了 由于母亲要被逮捕 赵妹来见她最后一面 加赫强调拘留所里的环境很差 并不会因为犯人是老人而差别待遇 赵夫心里很愧疚 可为了儿子她只能这么做 看着母亲被戴上沉重的手铐 赵夫心急如焚 可依旧没有选择说出真相 加赫警官见她这么固执 指出了一件事 母亲的手指沾上了赵妹的口红 而赵妹最后一次来这里是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说如果母亲是凶手 尸体的脖子上应该会留下 红手指勒过的痕迹 就像这个娃娃一样 和女孩的尸体上偏偏什么也没有 即使夫妻二人想狡辩 可漏洞百出 但加赫依旧没有拆穿 这时妹妹拿出母亲的拐杖 赵夫注意到一个刻有母亲姓名的小木牌 原来这是她小时候亲自给母亲刻的 没想到母亲竟把她珍藏到现在 面对加赫的问话 赵夫心里的防线彻底崩塌 她的良知总算被唤醒了 这一刻她得到了救赎 她最终还是不愿母亲成为替罪羊 这一切都在加赫的预料之中 有一件事赵夫一直不知道 母亲手上的口红并不是赵妹的 而是她自己的 母亲曾联系过赵妹让她取作口红 这也就说明母亲根本没有老年痴呆 在这个毫无羁绊的家中 母亲对他们失望透顶 于是通过装傻来逃避现实 之前他们当着母亲的面商讨陷害她的事 母亲全部一清二楚 即便如此 她也想给儿子机会 让儿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头是岸 加赫警官初次拜访时 母亲戴上手套出现 以及把自己的手指涂上口红 是想点醒赵夫 她一直进行着无声的申诉 可赵夫不仅丝毫没有察觉母亲的心思 反而越陷越深不断犯下新的错误 赵夫悔恨交加 她跪倒在母亲面前 母子二人气不成声 终于赵夫说出了真相 这是一个凶手毫无悬念的故事 儿子小植是一个被父母宠坏的青少年 一有不顺心的事就乱发脾气 小女孩玩好后想回家 指引儿子不想她回去 于是痛下杀手 女孩死后她一点也不后悔 在她的眼里 无论自己犯下任何事 父母都会帮她摆平 这正是因为父母过度的保护造成的 但她们并不知道 一味地纵容孩子才是对她最大的伤害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里是兔子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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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